各位网友大家欢迎收看许多大来,我是老徐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话呢,欢迎你订阅我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节目更新的话呢,就不会错过,好,谢谢 来,咱们接着说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闻啊 首先呢给刚才那个海外华人从政的这个话题呢再补一句啊 我呢是觉得如果你能够很辩证的看待自己的这个身份,从事的这个工作啊 就是政客,politician 我觉得当然从政是好事情啊,就不要想着说靠着这个最后要反了天啊 这个是百分之一万的不可能啊,对吧 如果你想想你一个皮肤颜色都和人家这个国民大部分的人都不一样的人 怎么可能会让你变成这个国家,不要说一把手 核心权力层里都不可能进去,断然是不可能的啊 想都不要想 但你说为自己的这个族裔发声能够谋一些利益当然是好的嘛 但是问题是大部分的海外华人挺难去迈出这一步的,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属于什么,这个属于一个就是前任栽树性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你最终啊,成良的那个人不见得是你,或者说大概率不是你 起码就是你的二代,或者说呢 很多事情你要立竿见影,看一个效果,很难 所以说呢,大量的华人你知道在海外都是过日子,对吧 99.99%的精力都是放在过日子,这个赚钱都是在这个上面 还有那小孩的这个上学 所以说你说要他这个一门心思的,这个为自己族裔发声的话呢 当然就是挺难的 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愿意这样做的话,当然是好的 那咱们这个说回来,整个的这个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的整个一贯以来的它的这个全世界的布局啊 其实你看得出来啊,虽然说这个台湾这个好像围绕我们这个,由于美国目前感觉到这个危机感,好像中国要这个收回台湾的这个脚步是越来越近啊 他整个的这个收割台湾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 除了说呢,这个各种各样炒作的一些军售 而且呢,这个整个的台湾自己已经说了不算了 原来这个今年上半年,最近卖的那个几次那个鱼叉飞带 本来的话呢,说实话,蔡英文之,只想买好像就是他最后采购那个量的35% 但最后的话呢,美国人什么没有跟你做任何商量,直接那个那个订单就过来了 那个金额的话呢,就是大家最后看到那个金额啊 所以说呢,整个的应该说他收割速度快了 包括他对台积舰要收回去做的种种的这种这种安排 你看得出来啊,美国其实整个的 他呢,这个说句难听的啊 以前的话呢,是 应该说在和平时期啊 在他这个强盛的时期啊 很多东西被掩盖了 其实美国一直以来就是这么个丑陋的东西啊 我一再说了啊 美国其实你不去看他政治的话 挺好的一个国家 而且很多的我认识的人也非常讲究价值观 有些网友啊,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这个不要用你自己认识的美国人来衡量啊 我已经说了,我认识的有些美国人,对吧 首先我想说啊 你说这个话,我想问一句 你认识几个美国人呢,对不对 我已经说了,我认识的有些美国人 起码说我还认识几个美国人吧 你认识几个呢,对不对 我是觉得他整个社会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中产 或者说整个的这个劳动阶级的人 应该都是正常的人 但是问题是整个社会的上层 尤其是顶层啊,太腐败了 所以说这个国家呢,已经走在了一条这个 没有办法扭转的一条这个不归路上 他整个的布局还在 但是问题是呢 就从他这次整个那个联合国啊,振臂一呼 多达20个国家支持他一样啊 你看得出来美国确实老了 他整个的这个用来,咱们说白啊 用来这个拿捏中国啊 或者说这个吓唬中国 最管用的一张牌,台湾牌 之前的话呢,那么多年啊 其实用的一直都妥妥的 但是随着这个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实力越来越强 随着中国的这个收回台湾的决心啊 非常的坚定 整个的他已经意识到啊 这个已经是大局已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说呢 这张牌啊 我估计用不了多久了 用不了多久 从此以后的话呢 可能说啊 就如果台湾整个解放啊 回归以后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美国可能说 以后再要跟中国说话就越来越难了 但你看得出来啊 他用来吓唬欧洲的那张牌啊 是什么知道吗 就是乌克兰 美国人其实深谙此道 因为他活生生的啊 通过多年的这个洗脑 通过多年的这个价值观的植入啊 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好像全世界的恐怖啊 还想用同样的方法来这个包装 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军事威胁啊 但是中国跟俄罗斯有个最大的区别 中国和其他周边的所有的国家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往来 程度之深 俄罗斯 五个俄罗斯也比不过一个中国啊 我就这么说啊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非常难 很多国家想和中国啊 脱钩 想离婚 离不了啊 就是这么痛苦 包括美国自己也离不了 所以说呢 这个 但是你你用俄罗斯来这个下欧洲啊 还是非常管用的啊 虽然这个北约也叫嚣张啊 这个你普京不要不要怎么动啊什么的 甚至我看啊 目前反正据说吧 各种各样的这个多方的这个兵力啊 集中在乌克兰的啊 用来对付普京十万大军的啊 也有十三万的人 但这个我觉得远远不够啊 有人说普京不是十万大军吗 对吧 你你你能够乌克兰北约什么的 几个几个凑在一块 十三万呢 不是大于十万吗 不是这么说啊 因为你看整个的那个阿富汗 当时和那个塔利班 双方的这个人数差距是一比三啊 但你看看最后那个什么 吃空想的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人的 包括军心涣散的 最后塔利班 这个吹哭拉朽之士就拿回来了吧 所以我就告诉你 如果说他那个喜剧之王 对吧 那个泽连斯基啊 如果说真的想不开啊 好像要有些轻举妄动的什么什么动作啊 我跟你说最后他会无比的这个 无比的悲惨 他的下场 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战士啊 还真的不会轻易的动 不会轻易的动 唯一的就是有可能啊 这个我觉得 普京啊是不是会一点一点的蚕食乌克兰这个绝对有可能 你克里米亚对他来说以前就是他一个港吗对吧 就是他一个最重要的军港吗 当年辽宁号对吧 还是瓦良格号呢 就是一个壳子啊 整个的因为全苏联已经解散了嘛 这个他也不需要航母了 所以我们就拉回来了 当时经过波斯布鲁斯海峡还交了两亿美金的这个留下买入财啊 还交了这个两亿美金的过路费一样啊 最后这个土耳其才放你过来啊 所以说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对于这个全欧洲来说啊 你用来用这个乌克兰来吓唬欧洲啊 百事百灵 就和你用这个台湾来吓唬中国一样啊 当然我用吓唬这个词是 就是咱们都听得懂的这个表达啊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当然你说这个 你说你说普京 他现在会不会轻举妄动呢 当然不会那么快啊 不会那么快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会蝉食 因为说句实在的啊 这个俄罗斯的话呢 就俗称啊 我们叫人狠话不多 不用跟你废什么话啊 该办就办 哪那么多废话呢 我真的觉得就是 普京整个的在对待 这个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尤其是对待美国 他很多的这个做法和策略啊 由于打交道的年数非常长 所以说呢 他是郑重下怀 不用和这个美国人多讲什么道理 咱们整个的民间有一句话 和这种人讲道理叫什么 叫驴肉 没有用 你给他一个嘴巴 比你和他讲一个小时的道理都管用 他什么都明白了 该出手时就得出手 没什么好多说的 这种东西 大家只会承认你的实力 实力以外 咱们再说别的 你像整个的那个俄罗斯 对吧 全是精锐部队 十万大军集结在这个乌克兰的边境啊 虽然说北约啊什么的那个也会派了这个很多人过去 但说句实话 不动作一动起来的话 我我就告诉你一定是一边倒的 就和当时乌克兰撤军 阿富汗撤军说错了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美国人就这德行 当然他很乐乐的看到你动手啊 对吧 你只要一动手的话 你整个俄罗斯不就又倒退了吗 他又可以又可以制裁你一波 咱们就不说这个吧 咱们先说回来啊 说实话 整个的美国人的话呢 在全世界啊 布局那么多年 明明你想 中国在非洲 又是修桥 又是铺路 又是做机场 盖了那么多的基建 对吧 你说那些国家 我刚才就说了 人家本身没有钱 也没有这个技术和人员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到的 因为中国一带一路出去的话 是带着亚投行一块走的 整个亚投行全世界已经撒了多少钱了 三万多个亿啊 三万多个亿啊 你算了15年到现在啊 三万多个亿啊 你美国人夸夸夸印钞机印出来 就光撒在基建上 可能吗 老百姓真的就是这个冲击你国会的事情 要一次一次的上演了 不可能的 更不要说你根本就不具备那个工业的能力 但是明明中国在非洲盖了那么多的这个修桥铺路的这个事情 却被说成是债务陷阱 对吧 一次一次的提起来 但是我觉得整个的随着这个中老铁路的这个这周的开通啊 所有那些亚非拉都看在眼里 我跟你说这个整个的辐射效应啊 不单单是整个对东盟 当然属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泛亚铁路计划里面最重要的这个第一步嘛 对吧 将来的话呢 我们准备还要连通这个泰国和马来西亚 还说有可能直接会连到新加坡去啊 你想想的话就觉得很有意思啊 你乘着火车从昆明到新加坡了啊 直接能够吃那个吃那个就乐乐萨 包括那个拉茶 挺好的啊 新加坡有些东西挺好吃的啊 爽口带一点小辣啊 不错啊 咱们来说说这个中老铁路吧 中老铁路的话呢 应该说是一个奇迹啊 我刚才就说了 整个的16年开始动工到现在5年时间 盖了一条什么样水平的这个铁路呢 整个的这个铁路的话呢 从这个昆明到万象 应该说示范效应相当强 全长的话呢 是400多公里 然后时速的话呢 最高达到160公里啊 这个这个整个用的那个列车啊 就是那个子弹头的那个列车啊 因为我们很熟悉嘛 复兴号嘛对吧 动车高速列车啊 但你要知道对于那个东南亚那个地区的人对吧 他看到这个东西是无比兴奋啊 之前整个在他们整个那个 国土上跑的都是什么水平的火车呀对吧 比我们那个绿皮车还要慢 但这次的话呢 有一条啊高规格的这样的一条这个列车了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啊 这条这个铁路的水平已经超过加拿大的这个铁路的水平了 加拿大的铁路达不到这个水平 美国也达不到 所以说中国盖的这个铁路叫什么 世界领先水平 160就是动车的这个速度啊 非常好 而且不单是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速度快 整个的你看看整个的这个59.5亿啊 他整个总成本里面关于他的债务部分 他的这个一共承担的是14亿的 14亿的债务吧 就整个的这个老挝 他整个承担了14亿的债务啊 包括他自己借来的钱 自己出的钱 凭他自己肯定是盖不起来的 有人说这个这个债务陷阱 那个债务陷阱 我看了一下啊 他里面有一个这个股份公司 有个项目公司啊 分成两大块 但两大块各自下面的话呢 其实还做了一些这个不同的层级啊 具体我们不展开了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整个的老挝在里面的这个 占的利益的这个部分 要比他实际的出资额要大得多 他最后在里面占的这个比例要 超过30%以上吧 30几 实际出资的那个部分的话呢 远远要小于这个 最后总投资的30% 当然大量的是中国出的钱 还不单是钱 全部是中国的这个工程师 他光是整个的这个 经过的这个 有167个隧道 361个桥梁 你听听这个数字 你想想 一共才5年 5年时间里面 167个隧道 361个桥梁 每个月要搞定什么 几十个隧道和桥梁 光是这个效率 你看看 这个不是一个奇迹吗 真的是逢山开路 对吧 遇水就架桥 谁做得到啊 我看了一下整个的他就是 就是从山里面开过来 就是最南的几个地方 从下面到上面 做那个桥墩啊 这个桥墩的高度50层楼 50层楼的 就从下面到上面要撑起来 撑起那个铁路吗 我们是看得很熟悉了 对吧 我们整个的这个高铁 东车看得很熟悉了 但你要知道这个东西 没有人做得出来的 今天就在这个世界上 50层楼啊 美国有这基建能力吗 他有吗 他有的话 纽约会是那个鸟样吗 你看看纽约的那个高速公路 是个什么玩意儿 你看看他那个 布鲁克林 Bridge 是一个什么什么鸟样 你再看看那个旧金山 对吧 电影里面拍出来那么漂亮 是漂亮啊 但那是30年前的电影啊 你现在再看那个桥 千万不能近看 你近看以后的话 我跟你说你对美国的印象啊 就变得越来越真实了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中国展现的这个能力啊 硬碰硬的这个重工能力 基建能力 科工的实力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得了 五年时间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面貌 而且你要知道啊 最早的话 他16年的时间 当时整个的59.5亿的这个总投资的中老铁路 有人说哎呀不行啊 当时整个你你你你GDP才100多个亿啊 GDP才110亿左右啊 整个的几乎占你GDP的50%啊 觉得这个债务陷阱很大 但你要看得到啊 从16年开始动工以来 老挝的这个GDP逐年的在递增 到去年的话我看了一下 已经191.4个亿了 191.4个亿你要知道 你你你整个的最后的债务部分14个亿嘛 对吧 占到他整个GDP的17.3% 你一个公司一年有190 91.4个亿的收入 你拿出17.3% 你来做一个基建 这完全是合理的 对不对 更不要说你连通中国大陆以后 你将来整个的这个贸易往来还会递增啊 还会不断的往上递增 而且非常强烈的一个示范效果 我跟你说现在最感兴趣的 除了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 除了新加坡 我告诉你整个的这个 他的这个拉丁美洲啊 就美国的后院啊 缠的不行 包括非洲的非洲人民因为跟我们一直是这个关系嘛 对吧 他了解中国 但是但是拉丁美洲是缠的不行 那么多年被美国两把收割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收割你两把呀 他要维持这个收割 就是要传播的是什么 就是民主嘛 民主就是他刺向 整个的这个地球的最后的一把 生了秀的一把利刃 但是现在的话 已经是一把切菜刀了 没有别的牌了 就只剩下民主 赤裸裸的就把这东西就掏出来了 没有别的了 只要你民主 只要你搞多党制 我就扶植你一个反对党吗 这个还不会吗 我们这个菜场里面卖菜的老太太都会啊 谁不会呢 我就扶植你反对党 哪个国家没有反对党呢 对不对 我就扶植你一个反对党吗 最后我就不停的挑拨你搞运动吗 搞得激烈的 不就发生了我们国家八九六四的事情吗 你以为这个六四哪来的呢 怎么大学生突然之间就被煽动了呢 那背后的话还是闭牛怀一样的 当年我们不知道 现在的话因为有了这么传播信息快的这个媒体的渠道 所以大家整个的对着世界看得越来越轻了 咱们说回来 整个的这个刚才说了 这个对他这个示范效果很强的 整个的虽然是这个泛亚铁路计划之一啊 但中国做这事情的话是有大的战略的 符合我们一带一路的这个大的战略啊 不单是把你整个的国家的基建做起来 最后的话呢 我也在里面拿到符合我自己的利益 对吧 你有些东西你没有钱的我就带一个亚投行出去 这个就叫做事情 你没有这个亚投行谁做得了 你看整个欧洲对吧 也叫了一个这个这个什么那个发展援助计划三千亿欧元 三千万欧元 三千万欧元我先不说啊 你整个的那个欧盟下面有几个人会听你的 对吧 有几个人会听你 现在整个疫情都吃不饱饭 有几个人会听你的 你口号是叫的对吧 也不是很响了 才才三千万 你就算是有人会听你的 你搞到最后你不还得招标吗 整个整个那个那个那个效率那个流程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 最关键的是你要明白 他和中国一带一路里面最大的区别啊 他这个就是纯粹啊 就是目的不一样 欧洲叫这个口号 美国叫这个口号 他是为了破坏 懂吗 美国人叫那个B3W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他其实就是为了破坏 说白了去非洲搞一些什么东西 他叫干嘛 他叫拔萝卜 中国在非洲生根那么多年 对吧 已经看到有成效了 越来越明显的成效啊 他搞不过你 竞争不过你 他就给你来个什么 来个内战 发动一些这个战乱 把你再打成废墟 这个就是他要做的 当然有些国家愿意为他配合啊 有些不愿意啊 但总的来说 整个的这个世界的趋势 已经是这样了 你光靠搞这些动作啊 越来越不要脸 没有没有太大的这个作用啊 包括你整个的在欧洲 一样的 欧洲人之所以也说要去什么中东啊 什么什么一些非洲国家也要做一些基建啊 他是为了什么 他是为了解决他最大的老大难的问题就是难民 难民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啊 比核武器威力不差 只要有难民 这国家我就告诉你啊 所有的社会问题就爆发出来了 因为这些人你想啊 每天我就告诉你 加拿大说的那些难民一天 在这些人身上花的成本 你可能说出来不幸啊 一天一个人的成本是300加币 300加币一天的生活水平 说实话 并不低啊 但你想想他们连这个住的地方也没有 对吧 很多人衣食住性没有一样东西有的 其实整个生活的这个 真正的他实际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也也肯定是不会很高啊 但说句实话 300加币的这个成本 你从国家的开销来说已经不低了 有些甚至高于这个数字啊 但是问题是 这些人自己肯定不满意吗 因为说句实话 我原来再穷 我那个国家活得好好的 是你美国人不停的要来打仗啊 打完仗以后才有难 不然难民从哪来的呢 你现在好了 把我收来了 收来以后的话呢 你你把我当什么东西一样养着 对吧 每天把我喂饱 说句实话也是半饱不饱啊 但是我果是个人呢 我我可不满不想过不满意这种生活 所以他还要到社会上去啊 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 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只要有难民在 我就告诉你 这国家所有的社会问题啊 是一个这个 次方的指数级的一个爆发 所以说欧洲啊 他现在所谓的要搞那些基建什么东西啊 就是想什么 给那个 那个非洲那些国家 尤其中东那些国家 我给你们盖工厂 你们自己就有这个工作机会了 你不要再到我欧洲来了 我看见你怕 好吧 你就不要来了 就这样 这个跟中国做的事情完全是 级别上的这个差距 中国做的东西 首先第一个 能做的成 有这个实际的可操心 第二个 我们整个的最后是 你看整个是通到中国大陆来的 是加强的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往来 保障的是什么 我们整个更多的 保障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粮食吧 保障了更多的 我们整个的这个能源的供应吧 它是有战略的这个意义的 你欧洲有吗 做不起来 第一句话 第二没有任何意义 第三就像美国那个去欧洲啊 去非洲 那个叫什么就是拔萝卜啊 就是你萝卜还没熟了 我就我就拔萝卜啊 它不是去做好事的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呢 已经看清了这个 华盛顿的这个嘴脸 记住啊 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导演 不是好莱坞 而是华盛顿 他才是这个世界上 众多的这个事情的导演 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将来的趋势啊 整个的就很明显是东升西降 美国目前整个国内通胀 还那么严重 对吧 你看这个这周 就连那个耶伦 就连那个他的那个鲍威尔 都已经改口了 说这个通胀不是暂时的 大家不要觉得 这个通胀会是暂时 当然不是暂时的 现在只是供应链的 没有 还没有说你需求端的呢 对吧 很多的事情 包括说这个最近 我看了一下就这些事吧 好吧 还是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我频道边在下方 告诉我您的想法 好 您这期就到这 谢谢